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19日下午的3点44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东普 这条路叫做东普厄马路 可以看到这里很多一些电瓶车 太夸张了 因为东普的话是广州天河一个很重要 西方有名的镇 这附近有很多一些城中村 这些城中村应该很多外来人员都比较熟识 这里应该也算是很多外来人员 来到广州务工的第一站 那个东普镇在前方 虽然在前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商业 都是挺繁华的 路脸盘开着各种的店 看到没有 每到下班时间 这路上都是挺繁忙的 人山人海 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了 就显得这个路上比较冷清一点 东普的话我之前在附近上班 在这里住了六七年吧 所以对东普这里的话是比较熟识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幕 有没有恭喜你们曾经在广州打拼的回忆呢 因为东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十分有名的 主要也是因为 这里的话有很多一些创意员 在这边的不远处就是鱼珠 在这边的不远处就是车杯 这几个地方 都是天河比较有名的 而且这里的一些商业氛围 从影到早午在玩一遍吗 我觉得是整个天河最弯的吧 所以这里每到晚上 每到下班的时候啊 这里都是喜欢有咽喉味的 现在走在路上可以看到路脸盘的建筑 有种线走在别的县城的镇上 或者是别的县城上 那直到东普啊 只是广州的一个镇 一个镇都能建设得如许繁华 比某些城市的县还要繁华 所以说广州不愧是大城市 一路的逛上来 可以发现这里的配套十分的完善 什么店都有 应有尽有 所以住在这里的话 是喜欢方便的 而且这里的位置啊 十分的优越 这四周都有铁站 除此之外 还有BRT站 反正就是 这里无论是交通 还是配套 都是挺完善的 也正因为这样啊 在这里住宿也不便宜 无论是哪一条村吧 如果有点要求的 没有七八百块是下不来的 如果要求高一点的 要一千块吧 在这附近几条村 可以说是没有五六百的房 如果有的话都是很差的 没有光线的 除非是在前方的租村吧 租村可能有便宜一点的 因为租村目前没有地铁站 因为租村目前没有地铁站 有一所以走在这路上 甚至跟走在我老家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子 都是比较老的了 而且的话这里啊 是没有广州传统的房子 齐楼的 因为在过去啊 这里的话是广州的郊区的郊区 很偏的 不过随着广州县东发展 这里的话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的核心区了 我们都知道 天河区 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州的中心 广州的东府 凤起季牙就成为了广州的市区了 这里是天河区的殿民医院 我现在算是来到了东府的正中心了 前方是东府有名的摩登城 可以看到这里的商业啊 都是挺不错的 好了 容易食肠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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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